一路闯 好嘞 一路闯虽然遇到些危险 可我出手一般都能解决 再麻烦一些 最多让秦火神也出手 估计不至于让道军你出手 嗯 曲梁如今是金一帝君 还有秦火神足以抵挡绝大多数的危险了 欲接非洲一路横冲直撞 在赤阳狱内以最快的速度杀向侯武城 赤阳狱虽然汇聚了无比庞大的火焰力量 因为它更加庞大 形成的赤阳狱也更加稳定 自成规则 甚至除了火焰外 它还有石头水流泥土等等的形成 许多空旷的虚空中 最多温度高点 可一般的天仙天神都能生存 越是稳定的区域 生存环境就越好 当然 赤阳狱中也有一些极危险的 比冰封海危险的多 像冰封海一共也就两名原刑者 赤阳狱中的原刑者可就多得多了 不过分散在整个赤阳狱的 想要碰到一名原刑者也是很难的 一条暗红色的长河贯穿虚空 连绵向虚空尽头 这足有亿万里宽的暗红色河流 散发着无尽的炽热气息 在那长河内 正偶尔能看到一些龙蛇般的生物 在徜徉游动 一条黑色大蛇从河流表面抬起头 半个身子都直了起来 那庞大的身躯 一双火焰毛子摇摇盯着 纪宁他们这一艘高速飞行的御界非洲 毛子中带着煞气和沙翼 仰着巨大的舌头 发出一声震动虚空的吼声 吼声在周围空间引起了扭曲的波动 顿时其他一条条黑岩大蛇 也从河流中冒了出来 竟然敢有修行者来到他们这个地方 真是自寻死路 周围环境恶劣无法时空穿梭 纪宁他们必须贯穿这片区域 如果绕路的话 那就得多折腾数百万年 这条黑岩长河中生活着数十条黑岩大蛇 都是混沌宇宙本源孕育的奇异生命 不过也就有三头实力能达到一宇宙之主的等级 其他的大多数都是主宰剂 算不得什么危险 巨梁主宰立即介绍道 秦火神一出 他们就会吓得动都不敢动了 嗯 纪宁说道 秦火 你和曲梁一起 吓一下那些黑岩大蛇 嘿嘿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秦火神当先就飞出玉界非洲 直接兴奋的一声大叫 就化作了原形 沐浴在火焰下的秦火神 巨大翅膀扇动 嗖的便直接扑向离的 最近一头黑岩大蛇 吃羊玉的环境 显然让秦火神颇为喜欢 性质也极高 他的速度太快 吓得原本胸利都飞出来的那条黑岩大蛇想要逃跑 可他哪里能逃得掉呢 咔嚓一下 秦火神大嘴一口就咬住黑岩大蛇 咀嚼了起来 同时黑岩大蛇在挣扎扭曲的身体内部忽然生出了火焰 很快燃烧成灰烬 这一幕立即下注长河中的其他一条条的黑岩大蛇 混沌原兽快点离开我们的地方 一头体型格外庞大的黑岩大蛇发出了怒吼 却也没上前 因为他很清楚他们这一族群恐怕也就三个首领能够保命 其他的黑岩大蛇在这一头混沌原兽面前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真的厮杀下去 那也是送死啊 秦火神得意的大吼一声 真厉害 我如果单独上 一定会被围攻 曲良主宰则是羡慕 秦火神有近乎不灭之躯 速度又极快 一般围攻根本没用 怕得西斯族尊主级的围攻才有危险 我们走吧 纪宁健壮也明白着黑岩大蛇族群不可能再阻拦了 有曲良主宰和秦火神开路 路途上非常的顺畅 纪宁都没有出手过 一路上也遇到过多次奇异生命 这些奇异生命也都是混沌宇宙本源孕育的 混沌宇宙本源孕育的生命 最强大的当属混沌元寿和原形者 二者数量都极为稀少 混沌元寿天生强大 原形者天生稍微弱些 可悟性极高 成长空间更大 奇异生命论天赋远不如混沌元寿 论悟性不如原形者 不过数量颇多 可总的来说 混沌宇宙本源中孕育的生命 最强大的还是原形者 因为最强大的原形者拥有着西斯族尊主级实力 向整个池阳狱中就有一个站在最巅峰的 足以匹敌西斯族尊主的原形者 当然 池阳狱中如此逆天的原形者也就这么一个 转眼五十二年过去 主人 前面就是侯武城了 驾驭欲见非洲的青魔 脸声说道 侯武城 静静摇摇看去 那座悬浮在虚空中的城邑 城邑上有着无数的密纹 阵发气息弥漫 周围还有着一块块陆地漂浮 北冥道具 屈良主宰说道 整个池阳狱内 我们修行者仅仅就这么一座城邑 也是我们修行者在赤阳狱内冒险时 可以躲藏歇息的地方 整个城邑都是一座强大的西斯族战争堡垒 只要不是那赤阳狱主杀过来 和武城还能轻松对应各种危险的 赤阳狱主 苏有吉忍不住道 那 他是谁啊 有记 吉宁笑着解释道 赤阳狱主 指的是整个赤阳狱最可怕的一名原形者 据说 有着媲美西斯族尊主的实力 因为他实力太强 所以被尊称为赤阳狱主 而且他终究也是一名原形者 还管不到我们修行者文明 对 而且不惹到赤阳狱主 赤阳狱主也是不会和我们为难的 毕竟 我们修行者 有无敌的至尊 最顶尖的原形者们 是不敢太过分的 就算他真的疯狂进到侯武城 恐怕侯武城会不惜一切代价 也能支撑一会儿 支撑时间 足以诸多修行者逃命了 说着话 欲接非洲也在迅速靠近那座悬浮的城邑 停下 一声大喝 城邑门口有着傀儡守卫 速速传话 说北明道君来了 曲梁主宰则高声喝道 北明道君 那傀儡守卫已惊 脸声说道 我这就传话给主人 整个侯武城都骚动了 修行者们传消息何等之快 几个呼吸的功夫 北明道君抵达侯武城的消息 就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侯武城 一些主宰们 永恒帝君们 还有极少数不怕死来 赤阳城冒险的生死道君们 一个个都迅速飞出来 想要看看北明道君到底是何等模样 北明道君来了 在哪 在哪 看 那停留在上空的玉界非洲 北明道君就在那非洲内 诸多修行者们从四处涌出 个个都朝成义的其中一个主门赶去 快快快 风铜兄 玉红兄 还有女娲 你们一个个快随我去见北明道君 何武城主最为交集 让原本还在进修中的风铜老祖女娲他们 一个个都惊醒 连忙赶出来 快去迎见 北明道君来了 风铜老祖 玉红弟孙 女娲他们等一时间都紧张起来 最紧张的就要说女娲了 因为北明道君辛苦从遥远的阎龙玉界赶来 主要就是为了见他 一席绿袍的何武城主 当先破空飞去 风铜老祖 玉红弟孙 女娲等一个个都跟随在他的身后 城门处 其他修行者都让开 没谁胆敢阻路 何武城主率先先出城迎接 风铜老祖 女娲他们先紧跟着 再之后才是其他大群的主宰地军们和盗军们 他们浩浩荡荡地顺着城门出去 这何武城乃是一座战争堡垒 上方有着静置 一般都是不开启 无法直接飞出去的 城外半空中 遇见非洲悬浮在高空 一袭绿袍的何武城主满脸喜色 恭敬行了大礼 在下何武城主 恭迎北明道君 他道号就是何武 得到这座战争堡垒 也命名为何武城 恭迎北明道君 周围的金一帝君 异宇宙之主 主宰 永恒帝君生死道君们 进阶都恭敬行礼 就像当初纪宁剑弘然至尊时的忐忑心态 这些大能们一个个 在面对传说中的北明道君 同样忐忑得很 毕竟层次差距太大 他们中最强的一个 恐怕也被纪宁一剑斩杀的结果 哪里敢有丝毫的不恭敬啊 北明道君到底是谁啊 女娲在侯武城主身后 则是朝空中看着 心中更加的好奇 不必多礼 一道威能弥漫开 最先挡住女娲的双手 不让女娲恭身 其他人恭敬行礼也就罢了 静宁心中对女娲娘娘 也是极为尊敬的 或许自己现在实力更强 可菩提老祖乃是自己的师父 女娲娘娘对菩提老祖都是有恩情的 对整个三界都有大功德 岂能让女娲向自己行礼呢 这股威能 女娲暗暗一惊 其他所有修行者们都震撼 单单释放开的无形威能都如此的强大 这北明道君果然名不虚传 高空中的御界非洲中立即飞出三道身影 分别是胖乎乎的秦火 红袍金色人 曲梁主宰 青魔主宰 他们三个飞出来后 紧跟着飞出来的才是背着黑色神剑的白衣少年 在白衣少年的身后两侧 一边是憨厚魁梧的护卫白蓉 一边是绝美妖娆的苏游基 一名背着黑色神剑的白衣少年被簇拥着出现 他的气息不算强 那真灵碎片还在缓缓的消散 若是寻常河道失败的道君 这些大能们根本瞧不起 可这白衣少年却让他们个个紧张屏息 这就是巨大实力差距造成的心态 侯武城主 这次麻烦你了 金宁漫步走下 落到地面上笑着说道 哎呀 紧紧传个话 小事而已 而且能为北明道君效劳 也是我之幸事 侯武城主笑呵呵的 他想起什么 连转头看向一旁女娲介绍道 北明道君 这位就是女娲了 金宁目光也落在女娲的身上 其实他早就确认这就是女娲 因为彼此的因果做不得假的 当亲眼看到时就更加的确信 因为金宁对女娲太熟悉了 从小他一直观想女娲图 那就是女娲的模样啊 金宁怎能不熟悉 眼前这女子正是三界传说中的女娲娘娘啊 金宁在看着女娲 女娲也在看着金宁 他心中反而许多疑惑 他隐隐地觉得和眼前这位北明道君应该有些关联 只是他想不出自己何时见到过这北明道君 北明见过女娲 金宁微笑道 女娲一惊显然传说中的北明道君如此客气 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了 金宁跟着一笑 同时一道声音直接在女娲脑海中响起 盘古开天地 女娲补天 女娲身体一震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背着黑色神剑的白衣少年 女娲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她立即明白 这个北明道君是知道她过往的 或许也是来自于三界 或许是知道三界之事的 总之 这位北明道君肯定知道三界在哪 女娲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回到三界的办法 可她根本不知道三界在哪啊 三界在哪一遇见 她根本不知道 她调查了许久 可她生活的清无欲界 离阎龙欲界实在太过遥远 即便靠欲界非洲都需要数十亿年 对宇宙之主等一些大能而言 也很少会漂泊流浪如此之远 毕竟路途中也有诸多危险 一不小心迷失 生死都是有可能的 在没有极端渴望之下 很少有谁会漂泊如此遥远 看来这女娲正是北明道君所寻找的女娲呀 何物城主却是连笑道 相隔如此遥远能够重逢也是一件喜事 我们就无需在城外站着说话 还是速速到城内 我已经准备了些简单的宴席迎接北明道君 还请北明道君给点面子 到我那儿坐上一坐 嗯 好 既然找到女娲 她也不会急的在门口就拉着女娲谈 你 女娲看着纪宁心中又激动又有诸多疑惑 我们等一下再慢慢谈 你有很多话 我也有很多话 纪宁说了句 风铜老族 玉红帝尊他们也一个个很热心 徒儿 先请北明道君进城 之后有时间说的 是 女娲也是有足够耐心的 在侯武城主率领的一众大能的簇拥下 纪宁便进入了侯武城 来到侯武城主所居住的城府之内 殿内早就准备了盛宴 侍女们飘来飞去 迅速装饰好以迎接北明道君 北明道君 请 侯武城主直接将纪宁引向了最高处的位置 纪宁也没谦让 便走了上去 盘膝坐下 诸位也都坐吧 女娲 你坐这边 侯武城主热心的很 将女娲安排在了纪宁左手的第一个位置 而侯武城主则是在纪宁右手第一个位置 须知 在场异宇宙之主集数的就有好些 侯武城主作为城主 仅次于纪宁也就罢了 将女娲做的都是仅次于纪宁 也让在场的一些大能们暗暗嘀咕 这侯武城主还真是能讨北明道君的欢心呢 在应对纪宁时 他们这些大能们就仿佛面对至尊一般 很多主宰大能一生都从未见过至尊 纪宁的境界是接近至尊的 且又何道失败注定寿命短暂 他们也想抓住机会讨好 毕竟错过了 恐怕就是永远的错过 能得到纪宁的简单指点 比他们埋头苦修漫长岁月 恐怕更加的有效 他们大多卡在了主宰境 都难有什么进步 诸位能在此共同迎接北明道君 也算是我侯武城难得一见的盛事 能见北明道君也是我等之幸运 若非道君为了寻找女娲 恐怕我们都没什么机会能见到道君呢 为了这一缘分 我等先共同举杯 敬北明道君一杯 敬道君 顿时一众大能们个个举杯 丰铜老祖欲鸿帝尊只是寻常 能入座的最弱的都是主宰 再弱的根本就没资格进来 当然北明道君的随从苏游基他们 也是能进来的 还坐的位置颇为靠前 纪宁端着酒杯一饮而下 这才笑道 无需太客气 都随意即可 我也是初来赤阳狱 赤阳狱中危险无数 那些起义生命原行者更为强大 修行者在赤阳狱生存不易 我早就听闻赤阳狱中 有一座我们修行者文明所拥有的诚意 也是唯一一座诚意 以供我们修行者在此歇息停留 近日看了 果真不凡 仅仅以暂歇之地 我等终究还是处于弱势 那赤阳狱主公认的依旧是那名原行者呀 这场盛宴 大能们一个个高谈轮廓 向北明道君叙说着他们赤阳狱的种种神奇 纪宁也对赤阳狱颇颇为好奇 虽然从达风领主 曲梁主在那儿也知道了些赤阳狱的奥秘 可终究知道的还少 听到一件件的秘密之时 让纪宁对赤阳狱的神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大能们闲谈着 也渐渐熟络了 哦 被囚禁的西四族尊主 纪宁惊讶道 正是 我赤阳狱内的确有一个被囚禁的西四族尊主 是当初上古战争时被至尊俘获的 而后至尊送到赤阳狱 那西四族尊主一直受着各种折磨 不单是赤阳狱 在整个八狱 还有其他五狱 也各有一名西四族的尊主 在侯武城主旁边的另外一名 银梅老者手持与善笑道 整个八狱 一共囚禁着足足六名西四族尊主 都是战败被俘 一直在受折磨 哦 纪宁真的吃惊了 他早就听说过 有西四族尊主被囚禁在某地 没想到八狱中竟然有六处 各有一名西四族尊主被囚禁 你们可知 至尊当初俘虏那些西四族尊主 为何没杀而是囚禁吗 纪宁疑惑问道 这我们也不知 估计至尊有至尊的想法吧 不过那些西四族尊主也的确各个饱数折磨 生不如死 经常一个个嚎叫咆哮 那些大能们一个个回答道 纪宁听得轻轻点头 道军如果想去 等道军有了空间 我带道军过去 曲良主宰说道 虽然我没去见过 可我也知道在哪 嗯 纪宁心中的确想去看看 他总觉得 至尊们囚禁那些西四族尊主 应该没那么简单 如果囚禁 为何不囚禁在至尊自己的洞府内 何必囚禁在八狱呢 或许我去看了 就知道了 纪宁暗道 其他大能们看不出奥妙来 可纪宁境界高得多 或许能看出背后的隐 纪宁注意到一旁的女娲 女娲这顿宴席吃的是没什么滋味 她一直在猜测纪宁的来历 开口朗声道 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一旁的侯武城主有些错愕 随即起身道 道军 我还有一事 城主请说 我早就听闻道军见道玄妙 高深莫测 我侯武一心修行 更冒诸多危险 只是为了寻求机缘 实力也没提升多少 倒也得到了这一座诚意堡垒 不过 我更想的是 在道上能走得更远一些 一直想搬入至尊门下 却都没有机会 如今道军在眼前 我侯武 岂能不抓住机会呢 侯武城主说着 直接跪拜而下 头颗地恭敬道 我侯武 愿意追随道军 听道军拆遣 只求道军能传授于侯武 让侯武看到更高更远的道 受道 整个电厅内都安静了 那些大能们看向侯武城主的目光 都有些不满了 如果侯武城主 只是求晋宁指点一二 那么也就罢了 虽然直接讨好有些过分 可晋宁答应也没什么 可现在侯武城主的要求是受道 何为受道啊 那是要将自己的道传给他呀 当初 那金阳神军将一尊金一帝君之躯给了晋宁 晋宁也就指点了三天 并且并未将永恒终极剑道传授 须知 这可是整个混沌宇宙 唯一一个永恒终极之道 价值可想而知 当初 青石道人为了看一卷 仅仅四步道军层次的终极剑道 都付出了偌大的代价 现在 可是永恒终极剑道啊 这侯武城主 竟然还敢开这样的口 纪宁高座上尉 看着那跪拜着低头的侯武城主 目光也冷了下来 你凭什么让我受道于你 你凭什么让我受道于你 纪宁那冰冷的声音 在寂静的电厅内回荡着 一时间 整个电厅内气氛都仿佛凝固了 其他那些大能们都暗暗的嘀咕 这侯武城主实在是太莽撞了 这北明道军虽然从到来后一直颇为好说话 可终究是一位无比可怕的存在 是能够轻易一箭灭杀他们的存在啊 面对这样的存在 岂能放肆 在场其他的大能们都不敢这样 也就性格迫于疯狂的侯武城主才敢这么做 侯武城主跪趴在那儿 心也在伐缠 他也有恐惧 恐怕纪宁会杀了他 可他还是那么做了 他骨子里就是敢冒险 所以才敢在赤阳狱弄出一座修行者成衣来 整个赤阳狱也就这么一个成衣而已 按理说 得到一座西斯族堡垒 放在自己的异宇宙或者是御界 那也是很正常的 可他却放在赤阳狱 由此看出他的性格 个性颇为疯狂 敢做常人不敢做的事 在侯武城主看来 即便没成功 之前自己的热心招待 这北明道军应该不至于要他的命 禀道军 侯武城主跪趴着 强人恐惧道 无尽岁月 道一直无法进步 我不甘心 道军出现 我看到了希望 自然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纪宁原本冰冷的脸上 嘴角微微上翘 有了一丝笑意 不过 侯武城主跪趴着 却根本看不到 那你将这座城义 将你所有宝物 包括宇宙之宝等等 一切进阶奉上 我才愿意收你 且传授你多少 还得看我心情 你可否愿意啊 侯武城主愣住了 所有的一切 他冒险一次次经历生死 才得到那么多宝物 他有了底气在赤阳狱内 弄出一座城义来 如果没了诸多西斯族宝物 他在诸多大能中 也只能算是平庸的一个罢了 侯武城主身体一松 有了一丝颓然 他放弃得下吗 放弃不下 因为即便得到永恒终极剑道 恐怕他也不一定实力能提升多少 可失去那么多西斯族宝物 他却是无法承受的 很显然 你做不到不惜一切 季宁淡然起身 直接朝一旁的侧门走了过去 其他人无需跟来 说着朝一旁女娲点了点头 女娲当即起身 和季宁一道进了侧门 待得季宁离开后 这电厅这才有了其他的声音 侯武兄 你可真是够大胆的 我可不敢像你这样 一些大能们也都走了过来 侯武城主也起身 真是蠢 整个电厅内 唯一正在吃着的禽火 抬起头看了眼侯武 蠢 侯武城主看向他 我家主人什么性格 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他根本不可能占自己徒弟多大的便宜 如果你真的愿意奉上一切 追随我家主人听后差遣 主人的性格 根本不可能收你那些宝物 可惜啊 错过了这次 你就没机会了 啊 侯武城主立即露出懊恼之色 不过 他的确不熟悉北明道军的为人 前那些宝物 他也的确舍弃不了 更重要的是 纪宁刚才的声音自然带着幻术引导 让侯武城主沉浸在选择中 如果真的求道之心极尖 纪宁恐怕也会点头收了他 可这番考验证明了一点 侯武城主求道之心没那么坚定 偏殿内 只有两人 一个是纪宁 另一个则是女娲 坐下 我们慢慢说 纪宁心情有些感慨的看着眼前这个女子 她是整个三界的传说 当然 现在自己也是三界的传说 不过当初还很弱小的自己 正是借助女娲徒才踏上修行的第一步 转眼 三界最耀眼的两个修行者 在距离三界无比遥远的赤阳狱 相遇了 这命运还真是神奇 难以预料啊 北冥道圈 你能告诉我 三界到底在哪吗 女娲问了最想问的一个问题 修行者寿命悠久 可若是连家乡都找不到 何等之痛苦啊 如果一些混沌元寿之类的 天生一直孤独漂泊 也就算了 可女娲毕竟是在盘古混沌世界 三界生活过 在那战斗过 而且有许多生死好友 三界在阎龙玉界 真在阎龙玉界 我听闻北冥道军出自阎龙玉界 又在找我 我就猜想三界会不会在阎龙玉界了 可阎龙玉界离赤阳狱 实在是太远了 当初我离开三界后 将那空间通道陷入空间风暴 就变迷失了 然后就直接出现在了赤阳玉 我都不敢想 我会漂泊这么远 纪宁有些惊讶 你真是在那条空间通道迷失 才到赤阳玉的 靠玉界非洲都耗费数十亿年之久 一次迷失就这么遥远 这也太神奇了吧 嗯 女娲点头 当初我仅仅一个世界镜 靠我自己 我怎么可能从三界来到赤阳玉呢 赤阳玉 其实我这次来赤阳玉 就隐隐发现赤阳玉的一些特殊不凡之处 现在女娲你又是从三界那经过空间迷失来到赤阳玉 这赤阳玉隐藏的秘密恐怕更大 秘密 我如果探明后会告诉你的 毕竟我河道失败 将来会死 没什么要隐瞒你的 女娲是纪宁认定的代替自己守护三界的 贝密道军 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为何知道我的事 哈哈哈哈 我的师父那是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老祖 菩提 你 你是菩提的弟子 对 真 真是想不到 你 女娲表情复杂 她当然记得那段岁月 那群生死好友们一个个的争斗着 同时因为没有任何人指点 他们在修行上也是一个个瞎摸索 盘古开天地后也便死去了 女娲便是当初的领袖带领着一个个 菩提 三青 如来 碎人世 他们一个个可都还好 纪宁一争 却是摇头的 我师父菩提还活着 不过 三青道人 佛祖如来 碎人世 神龙世 福西世 还有很多三界的仙魔们 乃至无间门的环木主人 魔术道祖 一个个都已经死了 什么 女娲一阵 她乃是混沌孕育而生 对她而言 那些远古神魔就仿佛亲人一般 曾和她也共同征战 就这么都死了 这事情的背后有两个黑手 一个是心魔老祖 另一个则是元老人 锦宁立即叙说起了当初的故事 女娲为三界第一剑仙 扶居道祖 竟然是北修世界神而吃惊 也为无间门阵营而愤怒 她后悔当初没杀死心魔老祖 也为后裔之死而感到心痛 更为面对元老人一个个自暴而死的三界大能们感到无比的伤心 女娲眼中隐隐都有些泪花 女娲轻声叹息 吉宁轻声道 那一战真的很惨烈 我当初修行岁月终究太短 其实我心中也想着如果有朝一日 有希望的话 也将他们一个个再复活过来 可是他们当初自暴 都是魂飞魄散 真灵泯灭 要复活实在是太难了 吉宁没有喜说 连天仙的余威都很难复活 更别说三清他们一个个了 他们个个都是有着起至尊的神经的精华 个个都是极为不凡 要复活 何等之难呢 我河道终究失败了 只差一线 吉宁摇头 自从河道失败后 我就一直想办法找到你的消息 我能感应到你还活着 我若是死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三界 我想要为三界找到一个守护者 请他人 我都是不太放心 若是女娲你还在 我就没什么烦忧了 说着 吉宁一挥手 面前出现一件件宝物 更重要的是一卷玉碱 那一卷玉碱 则仅仅悬浮在那 却产生了可怕的威压 威压之强 让女娲都感到窒息 在吉宁身前 一共悬浮着四件宝物 分别是银色王座 银色华美长袍 血色菱形金石 正是孤独陛下常用的那三件 西四族兵器 以及一卷玉碱 这三件西四族兵器 使我斩杀冰封军团孤独陛下得到 吉宁笑道 这银袍乃是护体宝物 血色金石 则能瞬间发出极强为能 速度极快 一宇宙之主 一不小心都会丧命 也的确有一宇宙之主 因此丧命在孤独陛下手里 而这银色王座则是最重要的一件 有穿梭虚空 分化幻身 攻击之效 它权力之攻击 足以摧毁一座异宇宙 女娲听了一惊 好厉害的三件宝物 渐渐不凡 三件配合起来 足以让一般的异宇宙之主恐惧了 这其实也是当初孤独陛下 最大的仪仗 从今天开始 这三件西四族兵器 便归你了 吉宁看着女娲 不可 女娲本能地拒绝 这次 她去西四族宝藏冒险 虽然也得到了些宝贝 她也分得一件 可孤独陛下这三件 仗之纵横 混沌宇宙的宝物 任何一件都远超她的宝物了 别拒绝 我合到失败 力量轻易动用不得 吉宁说道 而且我随一件 威力都比他们大得多 至于三件 像我师父菩提他们 又用不了 我们三件 只有女娲你能用 你拥有了他们 也有足够的实力守护三件了 收下吧 女娲也不是矫情之辈 也明白 吉宁的心思 好 我收下 三件也是我的家乡 我自然会守护 吉宁笑了 这一卷永恒终极剑道 我记载下 还未曾让其他任何人看过 你看看 是否对你有些触动 永恒终极剑道 女娲看着眼前悬浮的这一卷玉剪 玉剪散发的威压 让她也心惊 她明白 和其他三件宝物相比 这一卷玉剪才是最珍贵的 谢了 女娲没拒绝 也无法拒绝 她伸出手指 轻轻触碰在玉剪上 立即神念渗透 一股讯息涌入石海之中 女娲首先得立下誓言 这永恒终极剑道法门 她要给其他人观看 必须是三界之人才能观看 当然 如果女娲在永恒终极剑道上 悟出了一些属于自身的奥妙 则不受限制 这剑道 感受着浩瀚 幽远强大的永恒终极剑道 女娲震撼了 这预见你就收下吧 也可时刻观摩 永恒终极剑道太过高深 即便传授 在石海中也无法强行计下 短时间看过一遍 看过后就会忘掉 记忆都会模糊 因为这远远超乎了理解的范围 必须有这预见在身边 一次次观摩 一次次体会 所以预见就极为重要了 记宁所以才要求女娲 只能给三界之人观摩 女娲拿着预见 便盘膝坐在一旁 开始埋头参悟起来 完全沉浸在其中 如此大道 女娲完全沉迷了 记宁也是盘膝坐在一旁 背名 这剑术带着一丝灵性 为何能施展得如此巧妙 女娲抬头问道 手指还在掩饰 记宁也开始演练剑术 一一解答 对女娲 记宁是知无不言 因为她身死盗销后 女娲就是三界的最强者 而且记宁透过冥冥中的窥似 也能隐隐窥似到些许未来 能看到女娲一直守护三界 女娲绝对是值得信任的 当然 在窥似的未来中 还有其他诸多画面 毕竟未来是不可确定的 还未发生一切皆有可能 转眼女娲修行 记宁指点就过去了大半年之久 女娲完全琢磨着永恒终极建道 特别是还有创造出永恒终极建道的记宁 亲自解惑 这等机遇恐怕是很难遇到的 记宁指点自己弟子 也不可能如此详细 而侯武成竹 风铜老祖等一个个 也不敢来打扰 呼 一股强大的波动 忽然从远处传来 纪宁眉头皱了起来 走到殿前看向外面 看着远处天边 她能够感觉到远处隐隐传来的恶意煞气 怎么回事 女娲也起身走到殿门前 感觉不太对劲 有一股力量在靠近 纪宁说道 而且是颇为强大的一股力量 我们出去瞧瞧吧 纪宁女娲并肩飞了起来 整个侯武成其他地方也有一道道身影飞出 这些主宰地军大能们 还有些生死盗军们 个个都感应到了那股越来越强大的波动 主人 秦火神 苏油姬 白蓉 青魔 曲梁主宰 都立即朝纪宁这边靠近过来 盗军 侯武成主依旧飞过来 惹心得很 成主 怎么回事 纪宁问道 侯武成主也有些迟疑 同时远处天边 也终于出现了一个个身影 下半身有着四体 上半身却宛如人类 全身赤红如血的一种奇异生命 在虚空中急跑践踏着 他们一个个手持兵器 或是大斧或是重锤 各个气息浩荡 是吃血魔 侯武成主低声道 竟然有上百头 赤血魔出现 在上百头奔跑的赤血魔后方 还有这一个个通体雪白色的 巍峨八臂巨人出现 诸多八臂巨人们都是毒眼 发出一声声怒吼 气息同样浩荡 他们都是奇异生命 可让纪宁有些惊讶的是 眼前出现的两个族群 竟然个个都达到主宰级别 这么强大的族群 而且还两个一起出现 吉宁惊讶 侯武成主 难道你们经常遇到这事吗 不 这么强大的 还是很少见的 侯武成主也疑惑 只见那两大族群 开始朝两边分开 高空中出现三道身影 左侧是一名巍峨的全身 有着金色夹铠的赤血魔 他手中还持着一柄双刃巨腹 巨腹上有着密纹散发着骇人的气势 显然是一件特殊的西斯族兵器 右侧是持着一条火红色锁链的八臂巨人 那火红色锁链大半都缠绕在他的身上 他的气息同样可怕无比 中央则是一名红衣少女 看到这三位出现 修行着温明一方的好一些大能们脸色都变了 是他们 他们怎么会出现 侯吾承住脸色一变 纪您眉头微皱 眼前这三位他虽然不知道来历 可是能判断出大概的实力 这三位领头的有两个奇异生命领袖和一名原行者 实力都极为强大 比一般异宇宙之主都还要强上不少 那红衣少女却是上前一步站在最前方开口道 武侯城所有修行者听令 声音冰冷响彻在每一处空间 我等奉赤阳御主之命 来你们和武成要抓五名修行者 红衣少女说着一挥手 顿时一画卷展开 画卷上显现了五个影像 正是丰铜老祖 玉红帝尊 女娲他们等五人的影像 在影像中 丰铜老祖他们正在小心翼翼的飞行前进 老规矩 你会听到这种证明的信息吗 对 我看你会看 这是一个证明的事 我看你会看 你会看 你会看 我看你会看 有什么证明的事 你会看 我看你会看